你回来 小雅 你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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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雅 你回来 谢谢 小雅 小雅 我可告诉你 这板凳被我钉了钉子了 坐下就走不掉 逃也逃不了 小雅 这是你拉下的工作 你都得完成了 另外月底的报告 也得归你写 晚心能帮你写家条 工作他可帮不了你 加油 谢谢 还有下面这个呢 加油 这么大的一个家 容不下我贺雨期 刘伯 你下午干吗去 刘伯 我们不是商量好了 下午去选礼服吗 我不是叫丽莎去找你吗 这是我们两个人的会儿 你让丽莎去找我 你什么意思 你让她看我笑话吗 还是你有意在敷衍我 算了 算了 我已经帮你选好了礼服 我想你应该会喜欢吧 你下午是有什么特殊的事情吗 特殊的事情 我妈病了 下午我去她那里 妈病了 严重吗 你怎么没告诉我呀 我陪你一起去看她呀 你说妈也真是 以前我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 她不是挺开心的 现在偏闹成这样 像我妈说我一句话 我觉得特别对 她说一个男人 如果连自己的感情问题 都处理不了 实在是很失败 你说这话 是故意说给我听吗 还是准备上演苦情戏啊 刘伙 你就不要再自圆自来 你现在已经不是一个人了 你还拥有我呀 还要拥有我一直对你的爱 你如果这样也算失败的话 那其他人 那不就没法活了吗 算了 跟你说不清楚 对了 以后要有什么事的话 你自己决定就好了 我都无所谓 只要你开心就可以 只要你答应 不要再为难毛鸭鸭 不要再为难毛鸭鸭 刘伙 既然你对我这么好 我怎么会伤害毛鸭鸭呢 你放心吧 不如这样吧 今天外面天气挺好 你陪我出去散的布好不好 你腿伤成这样子 散什么布 在家休息吧 我的脚伤已经没有大碍了 而且你刚刚不是说过吗 只要我开心 你做什么都可以啊 怎么了 现在你就不承认了 走 别晃 走吧 亲爱的 陪我去 晃了 你乱真走了 能等我 干什么了 怎么了 这样不是挺好的 让我感觉回到了以前 这样多好 只有你自己感觉好 你说要是毛鸭鸭 看到我们两个现在这么好 他会怎么样呢 你那么希望他看见他 反正早晚他都会知道的 如果现在看见了 不刚好让他对你死心吗 那很遗憾 他自知了 他看不见 毛鸭鸭 毛鸭鸭 刚好我有事情想让你帮忙 你看 这里呢有婚纱和戒指款式 我真不知道选哪一个好 我喜欢奢华一点的 流火呢喜欢简单一点的 这两天我正纠结呢 你给我点意见吧 不好意思啊 我在上班 没有时间 你闹够了没有 今天啊跟我要这个水果 明天啊跟我要这零食 我这点老婆粉啊 迟早得让他给我卡着干净了 我说你走路不张眼 小青啊我我我没看见你 我没看见你 这两天我怎么没看见你啊 你上哪儿去了 要你管啊 我我不是关心你吗 你这两天 这连事可不好啊 你有什么糟心的事吗 你跟我说 没事 我看你这意思 是要走吗 你你别走啊 我就是上酒店住了两天 上酒店住 你你一个姑娘家的住什么酒店呢 你你跟谁啊你 你跟谁住酒店去了 你你跟谁住酒店去啊 行了行行行 你那能别嚷嚷吗 我还能跟谁啊薛姨 薛姨薛姨行跟薛姨住 那你们俩不在家住 你们俩住酒店怎么回事啊 你能别管了吗 我走了 别别别别跟我说清楚呢 这因为什么呀 家里出什么事了 就是薛姨姐在家里面 来了一个瘟神 她天天吵着要回老家 一口有老家一口有老家 你说她要真回老家了 那我这份工作 我不就丢了吗 有这么严重呢 晴儿 你别着急 我给你讲主意 宝贝 笑得这么开心啊 没有牙齿还笑那么大 奶奶真的好想你 你知道吗 你有没有想奶奶啊 小青啊 你好 小宝 薛姨 你怎么会来的 这不是听说您心情不好吗 找您聊聊天 好 来 请进 来 来 坐坐坐 这酒店还真不错 就是热点 薛姨 小宝 我们俩有什么聊的 那聊的可太多了 我外号你都忘了 妇女之友过 是吗 薛姨 我听说您住酒店 是为了躲何雨琪 有这事吗 躲她 我有什么理由要躲她 我凭什么要躲她呀 我告诉你 我有个嗜好 就是喜欢住酒店 有事没事呢 各大酒店哪个酒店新开的呢 我就会去住一住当度假 你知道吗 是 您哪别嘴硬了 您这就是躲 何雨琪一来 您就搬到酒店里了 这不明摆这事呢 再者说了 现在小区里边 风言风语的 船子都邪乎极了 说出话了实在难听啊 说您这个当婆婆的 还不如这个当儿媳妇 为卧门的儿媳妇硬气呢 我听这话心里都别扭 我不知道您怎么想啊 您看您 挺好的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青 你帮我去收拾东西 立刻回家 好嘞 那个薛姨 我也帮你收拾收拾 来 来了 宇琪姐 薛阿姨 我今天来是特意求您跟我回家的 除非你离开那个家 薛阿姨 您知道我一心一意地爱着刘霍 您也知道我们两个好不容易和好 您就不能祝福我们吗 我这辈子 我认定刘霍了 不管他做什么 不管他在哪里 我都会在 他的家就是我的家 那个家是我的家 不是你的家 有本事你们两个搬出去住啊 总之 我是不会接受你的 薛阿姨 我跟刘霍已经商量好 他已经答应给我半年的时间 而且 我也希望在这半年里 您能看到我的改变 我希望您能用你的包容心 给我一些宽容 我的宽容和包容只会给 我认为值得给的人 您的意思是说 不管我怎么说或者怎么做 您都不会同意 我出到您家里去是吗 是的 那我就不求您了 我觉得这个酒店的条件还不错 您如果愿意住 那就多住一段时间 刚好呢 我跟刘霍可以好好的 单独相处一段时间 小青 赶紧地打电话给伙儿来接我回家 我要看看 你还有什么招可以使 宝贝不哭啊 姥姥在呢 这孩子 怎么了这是 给奶都不喝 小婷 小婷 快来看看 这孩子怎么了一直在哭 还哭着呢 我看看 我看看 这脸怎么这么红啊 快是发烧了吧 是吗 我试试 我天哪 还真的发烧了 那可怎么办呀 去医院吧 赶紧给丫丫打电话 我收拾一下东西 你别着急啊 宝贝 天哪 喂 丫丫 孩子发烧了 什么 好 我马上就过来 何雨琪走了是不是啊 她可能出去 我还以为她走了呢 你说啊 我这混的 好像被儿媳妇赶出去一样的 像瓜嘛 不过呢 这两天 我在外头想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我不管你们之间 有任何不可告人之事 都与我无关 这个家是我的耶 凭什么我出去 让个外人进来住 对吧 对啊 你这样想不挺好的吗 还有 请你转告何雨琪小姐 我回来 并不代表我承认她 而我是要守卫这个家 守护我的这个儿子 这就是我薛多娜 做人的风格 还在想冒丫丫 还在想冒丫丫 严生 出卖了你 你叫救救救宵 对啊 好好好 你还不得了 对啊 好 好 对啊 好 有火啊 有句话我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你看你跟丫丫两口子 日子过得挺好的 还说离就离 人丫丫一个人过的日子 多不容易 前几天闹辞职 好容易上班了 孩子还病 孩子病 什么时候 就刚才啊 丫丫放下电话 就被医院去了 我话多了 别往心里去啊 你怎么回事呢 你怎么回事呢 你怎么回事在哪儿啊 妈 就在那边 干啥 快点进去 我去找你去啊 好 没事没事没事啊 老公啊 我们在医院呢 排他生病了 你怎么那么笨呀 你赶紧给向辉打电话 这也是他跟丫丫和的机会啊 那我知道了啊 好 孩子发烧在医院呢 在哪个医院呢 好 我买可快 你妈来了 宝宝 来看看 宝宝 妈妈来了 你好 妈妈来了 你好 妈妈来了 宝贝儿 你妈妈来了 没事儿啊 你别着急 大夫说了 就是寻常的小儿热 很快就会退的 好 我现在好后悔 当初 是不是不应该那么任性 把他生下来 看到他生病的样子 我好难受 你看你看 我说什么来的 后悔了吧 当时我就坚决反对 当时我就坚决反对 你把这孩子 生下来 可你就是不听 现在后悔了吧 你怎么样了 你来干什么呀 小点什么 孩子吓哭呢 你这个叛徒 都是你干的好事吧 我这大人 我吵死你 我听说孩子生病了 我挺担心他的 这里不欢迎你 走吧 我有权利来看孩子 快走 这里真的不欢迎你 快走 听见了吧 这里真的不欢迎你 走走走 快走 妈 鸭鸭 你们俩怎么这样啊 再怎么说 人家也是孩子的亲生父亲 来看看孩子能怎么着啊 你看他那样 那是真担心孩子 这不是关心吗 妈 猫 鸭鸭 这是你自己的生活 你自己处理吧 我老了 我真的心里焦脆 我跟你操不了这行为 我走了 妈 小慧看你的了 孩子你也看完了 走吧 爸 不然我妈回来 又要闹别扭了 彦彦 算我求你了行不行 你让我留下来 照顾孩子和你行不行 我知道我以前 做过很多错的事情 我只希望你给我一次机会 让我弥补以前的过错 你知不知道我现在想起 你和孩子来 我有多难过吗 小慧 不要逼我 我知道 无论我多么难以接受 我都没有办法不承认 你是孩子的亲生父亲 我也知道 我没有权力阻挡你去爱孩子 因为孩子也需要爸爸 可是我 雅雅 你知道我一直爱着你 我也觉得让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让你去接受我真的很难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女人 带着孩子去生活 有多么不容易吗 我真的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让我照顾你和孩子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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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没睡 没睡 都在等你 都在等你啊 去 赶紧来 去把火哥煮那个 解酒茶 解酒茶啊 为什么喝这么多呢 妈 我很难受 我心里面好难受啊 妈妈知道 妈妈知道你难受 你不要这样 这样子 妈妈会更难过 知道吗 我心里好难受 乖 乖 一会儿喝了解酒茶你就会很舒服 来 谢谢妈妈扶你去房间 来 起来 把手给我 把手给妈妈 小心茶几 小心茶几 妈 要不然我来吧 你难怪能不要跟着我们了 你看见没有 她有多么的伤心 多么难过 如果你真心对她好 你还有良心的话 我求求你 你给她一点私人空间好吗 我谢谢你 好 来 乖 你们都能看见自己的痛 你们都能看见自己的痛 我的呢 你们谁能看见我的心在流血 各位 今天下午安查尔先生呢 还有几位领导会来视察 我希望你们能做好所有的准备 好不好 今天的会呢 就先开在这里 三块 刘虎 你没事吧 没事 安查尔先生呢 挺看好你的 我希望你做好所有的准备 别让她失望 我希望我们消除所有的隔阂 做一个真心的好朋友 我也希望你能够祝福我和鸭鸭 我也会做一个好的父亲 但愿如你所说 对了 如果你顺利地进入七星鸡酒店这个项目 你觉得你带我和鸭鸭的喝酒 你能够赢吗 你不想让我太过去了 你需要变化你了 你需要在这里 看我会自己的不存在 我也在 creator 你 也要 Occasion 拥有5分欄 我可以在学多的四 mean 行吗 这一对 来来我看一下 小姐 您是自用呢 还是送给别人呢 这款是我们店里 最新的婚礼对接 当然是自用了 我看您是自己一个人来的 以为你要买去送给别人 是谁规定说买结婚戒指 这不能一个人来买啊 对不起 小姐 这款对接是要凭 男士的身份证才能购买 代表一生一世唯一的真爱 那这样 你就帮我先预定上 过两天我拿身份证来取 好的 孩子 回来了 你怎么这么憔悴呢 那里不舒服吗 以后不要喝这么多的酒了 妈妈看来真的会好心疼的 知道了吗 这是怎么回事 我还正想问你怎么了呢 一大清早的 礼服公司就来敲门 就送进来 说是何雨琪小姐定的 儿子啊 你真的要去何雨琪吗 嗯 嗯 红柠孟 薛姨 我湯炖得差不多了 但我尝了尝味道还是有点淡 你要不要再看看 放些什么调料啊 薛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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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这样了 来来来 来 把这些给我放到里面去 小清 谢谢啊 我买了好多东西 放里面那个房间就好了 妈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这些东西都是我跟刘伙 结婚的时候用的呀 我们商量了 我准备办一个又隆重 又盛大的婚礼 结婚 婚礼 对呀 妈 这套首饰呢 是我向起您的 这是今年蓝宝石的最新款 我们结婚那天您戴上 一定惊艳四座 您看看 头昏 小清 别忘了等一下过来哦 也有你的礼物哦 你们不开心 我也没办法 我现在就等着刘霍 什么时候娶我呢 只要她同意跟我结婚 我看你们还能说什么 薛姨 你看她这个样子 好像真的要跟火哥结婚了 你说 火哥知道吗 她知道她也不管了 那我能怎么办呢 那我能怎么办呢 而且你看最近 火哥她那个样子 真的像半条命都没有似的 你今儿也很奇怪 腰哥以前 你早跟她吵架了 你今儿是怎么了 吵不动了 后来我发现呢 越吵 你火哥越难受 不吵了 天雅 向辉 你来干什么呀 我来接孩子出院呀 你怎么来了 咱们不说好了 看孩子可以 但需要提前预约嘛 你这不是搞突然袭击啊 我哪里有 这也算了 向辉 你把后备箱开上 你里对东西沉着呢 哥 我来吧 这 这哥都叫上了 挺亲热的嘛 这一直叫哥 一直叫哥 走走走 你怎么这么招不住啊 这今儿孩子出院搞得跟派对似的 不是 我这不是看孩子病好了 所以一高兴就买了这么多东西吗 他就喜欢搞这些小把戏 哄哄的 小辉 别以为你搞这些小把戏就有用 我这老太婆呀 根本就不吃这一套 从现在开始 咱们还是划清界限为好 丫丫 你头脑一定要清醒 千万别忘了 这个男人 曾经是怎么伤害你的 我知道妈 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 越计较呢就越不开心 不开心的总是自己 不管怎么说 相会总是孩子的亲生父亲 您说对吧 就你善良 上车吧 赶紧上车吧 上车 你把这关给你先去 来来 别让孩子动着 哎呀 还它给你 这我们俩又在一起了 这回好了 应该以后不会 骂扰我们家留火了 喂 童大小姐啊 你在干吗呢 会不会打扰你啊 何雨琪 你少废话 你到底在哪儿呢 我当然不会管你了 我是看在 毕竟我们认识一场的份上 我刚刚看了一场好戏 所以呢 想跟你分享一下 我看到毛鸭鸭跟向辉 当然了 还有她的家人 最重要的是还有孩子 他们在一起其乐融融的 真的是让人羡慕啊 你说什么 你看见向辉跟丫丫还有孩子在一起 他们在哪儿呢 你快说呀 你先别激动啊 刚刚就在这儿 可是现在走了 我想应该去毛鸭鸭的家里了吧 丫丫 你为什么就是不肯放过向辉 来来来来来 赶紧 总算回来了 好 好了 这也到家了啊 不相干的人 该干嘛干嘛去了 别老挤着这儿啊 我看着心白 妈 西林都去订餐去了 向辉 一会儿在这儿吃了饭再走 来了 小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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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出来 小辉 你 小辉 你 干啥呀 童话 走 这家子真是幸福美满啊 毛鸭鸭 你又来和我抢向辉了是不是 你可真是我的好闺蜜啊 在我生活最艰难最活不下去的时候 你还来瞧我最心爱的男人 童话 你能不能别闹我 你瞎说八道什么呀 分明就是向辉 来缠着我们家鸭鸭的 童话 向辉本来就是我们鸭鸭男朋友 是你不要脸在线的行吗 我跟你讲啊 别在我们家讲话 赶快走 妈 嫂子 你们别管了 这是我跟童话之间的事情 妈 来 先带孩子出去了 别吵着他 他都快想哭了 宝贝 咱们走啊 这这这这年轻人事咱管不了 向辉 你今天必须和我说清楚 咱俩还有什么好说的呀 我不是早就跟你说清楚了吗 童话我求求你别闹了行吗 快走 我不走 童话 有什么事情 你今天都跟我说 向辉 你也出去 说吧 杨雅 你能不能告诉我 我们之间怎么会变成这样 你问我 我们之间怎么会变成这样 你怎么不问问自己 我们之间怎么会变成这样 还有 你有把我当你的闺蜜吗 在你跟向辉好的时候 你有把我当你的闺蜜挚友吗 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 我有 我一直都在想 是 我没有办法 我真的很爱她 我更容易 杨雅 我就特别奇怪 为什么我处处都不如你 为什么你身边的男人都喜欢你 就因为你比我漂亮吗 可是我童话除了这点哪儿比不上你呀 童话 你说这一点我觉得特别的讽刺和可笑 你知道吗 你知道我以前多羡慕你吗 我羡慕你聪明 我羡慕你漂亮 我羡慕你像一个公主一样 什么都有 可是我不会去羡慕别人的幸福 我也不会因为自己的描手 而感到自卑 更不会去抢夺 本该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你说得可真好听了 芽芽 我都想为你鼓掌了 你竟然这样的话 那你就答应我最后一个请求 你不要再和向辉见面了 我真的离不开他 向辉是孩子的爸爸 他有权利去爱孩子 我没有权利阻止 你也没有 你为什么就是不能答应我这件事呢 芽芽 芽芽芽 芽芽芽 只要你肯答应我 你要什么我都可以满足你 行吗 儿子 儿子回来了 吃个饭了吗 吃了 妈 刚才啊 看见毛鸦鸦了 毛鸦鸦 是啊 看见他呢 和孩子的亲生父亲他们在一起 一家人带着孩子 真是开心 让人好羡慕 我女儿跟孩子们在一起 我女儿子 我认为你 适一个人带着孩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